胡竹夫人已经大结局了 对于这个大结局有很多该吐槽的地方 大家也都吐槽的差不多了 因为有援助在先 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吧 最后方朱还活着就已经是H1了 太后跟帝师 大家觉得这个关系还是挺带干的 虽然太后跟帝师是一对真夫妻 可是毕竟太后名义上是已死的皇帝的妃子 假如有一天小皇帝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她该如何自处 我的母后 我叫维远 我今年五岁了 我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小皇帝 据说在我出生那天 我的父皇母后双双允命 对于父母的去世 我没什么感觉 毕竟那时候我还太小 什么都不懂 我不难过的原因 是因为我还有另一个母后 是的 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她亲生的 可那又怎么样呢 我的母后方海誓 在我心中比亲妈还重要 她是我幼小的心灵中最爱的人 也是我最崇拜的人 从小母后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厌其烦的教导 每天早晨醒来就能看见母后 每晚睡觉给我讲睡前故事 其实我知道母后很忙 我是皇帝 可是我毕竟还是个奶娃娃 有些事情必须得母后出面解决 不过母后并没有因为有果实要处理 就属于对我的照顾 我常常在想 母后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看她每天那么辛苦 我总是想快点长大 这样就能替她分担 我的帝师 我的帝师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我叫她季老师 季老师常年戴着面具 我觉得特别好玩 有时候我总是忍不住 想把她的面具拿下来 可是总也不能如愿 因为季老师说 她脸上受过伤 有伤怕吓着我 几次拿面具都没如愿 也就放弃了 后来我习惯了 戴着面具的季老师 季老师是个严厉的老师 我不好上课的时候 她常常教训我 但大多时候 季老师对我都很好 母后不忙的时候 都会陪我去上课 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母后什么也不做 就那么直咕咕的盯着季老师 我年纪太小 形容不了母后的那种目光 就是感觉 想把季老师 装到她眼里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上课上累了 我会不知不觉睡着 每当这时 我能感觉到 季老师会轻轻地 把我抱回我的房间 季老师的怀抱特别温暖 母后的怀抱也很暖 我常常有一种错觉 母后是我的母亲 季老师是我的父亲 他们教我知识 还给我关爱 我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 母后和季老师 我总有种错觉 季老师跟母后像是一对 可是 朝中的大臣似乎说过 母后跟父皇才是一对 父皇什么样 我没有见过 但是季老师他真的很好 有时候 我看见季老师跟母后两人互看彼此时 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 母后跟帝师会偷偷见面 有一次我晚上不想自己一个人睡 朝着要季染嬷嬷带我找母后 嬷嬷说母后有事 我就不停的闹 我好歹也是皇帝 季染没有法子 只得派人去找母后 然后我听见季染跟宫女说的事 让去朝明宫找母后 母后明明住的是父母无宫才对 朝明宫那是帝师住的地方 那是之后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之后我就越发觉得母后跟帝师两个人有问题 我有次拐弯抹角的问过季染嬷嬷 母后晚上都会去朝明宫吗 季染说 不会 说母后偶尔会去朝明宫闲坐 因为朝明宫是母后长大的地方 要不把母后嫁给帝师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发觉得季老师跟母后的关系非同一般 比如母后生病时 我发现季老师会没日没夜的在母后身侧照顾她 宫里寓意那么多 母后却只听帝师一个人的 还比如帝师生病的时候 母后也会陪在她身边 朝中有大事的时候 他们也会一起商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 要不就把母后嫁给帝师吧 我觉得他们还挺般配的 而且他们看起来爱得挺辛苦 如果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该多好 我才不要听那帮大臣们守旧的思想 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我的父王可是天子呀 可是父王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子再一母 一个是我亲娘提兰 如今他们都在地下相见了 想来也挺热闹了 而我的母后一直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还有帝师也是一个人 十岁那年 我把自己这个想法说给母后听 说完之后 母后就抱着我哭了 我以为我说错话了 没想到母后一会儿又笑了 她说我长大了 变懂事了 帝师跟母后要走了 十五岁那年 母后说我可以亲征了 帝师也说 她把她该交给我的 全部都交给我了 之后帝师跟母后 两人一起向我来请辞 他们跟我解释其中的缘由 母后告诉我 她当年根本没有嫁给我父皇 她家的人就是帝师 只是我出生那天 父母双双逝去 只能靠母后这种关系把我养大 现在我长大了 他们也该走了 他们还说了一个什么百息 帝师说 我出生那天 奄奄一息 帝师做了我的百息 后来我一岁的时候 怕我感知不到疼痛与危险 就解开了 关于这个 我听的不是很懂 听上去比较玄幻 我没有在意 一个人的人生 总是要自己去承担的 我怎么可以让别人承担我的人生 我舍不得母后 这么多年来 她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可是我也知道 在皇宫中 母后跟帝师不能在一起 那一定是非常苦的 想来 他们为了我 已经浪费了十五年的时间了 我知道自己在留他们就有点过分了 于是 再怎么舍不得 我还是决定放母后跟帝师走 母后给我培养了一批非常好的人才 并且已经慢慢把这个班子交到了我的手上 母后跟帝师离开 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母后说 她走之后 我就宣告太后已轰的消息 表示太后这个身份 从她身上卸下了 可是 我不愿意这样宣布 我修了一座庙 住进去一个不太相关的人 对外宣称 太后要入庙祈福 一辈子不再干政 我始终觉得 我这样做 我就还能跟母后再相见 还能再过有母亲的日子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